这个视频我教你一个方法 来专门解决正线型函数的单调性 比如这个函数 y等于sin2x减4分之π 再来求求它的单调增区间和减区间 要弄清楚它的单调区间 还是回顾一下sinx的单调区间 显然这是它的增区间 也就是当x大于等于-2分之π加2kπ 小于等于2分之π加2kπ时单调递增 这是它的减区间 也就是当x大于等于2分之π加2kπ 小于等于2分之3π加2kπ时单调递减 接下来我就教教你 如何用这俩范围 写出sin2x减4分之π的单调区间 先写增区间 要求增区间 你就把2x减4分之π看作一个整体 直接带到这个增区间里 接下来把x的范围解出来 就是它的增区间 同时加上4分之π 2x就大于等于-4分之π加2kπ 小于等于4分之3π加2kπ 接着同时除以2 x就大于等于-8分之π加kπ 小于等于8分之3π加kπ 接下来把这个范围写成区间形式 就是sin2x加4分之π的增区间了 看来在求这种正线形函数的增区间时 你只需要把括号中的式子看作整体 带入sinx的增区间里 求出x的范围就是它的增区间 搞定的增区间 再用同样的方法求一下减区间 显然就得把这一坨看成整体 带到sinx的减区间里 这样你就得到了这个不等式 接下来求出这个x的范围就是减区间了 同时加上4分之π 整理一下 再同时除以2 所以3π加kπ到7π加kπ 就是它的减区间 看来以后只要让你求出 这种正线形函数的单调区间 你就把这一坨看作整体 分别带到sinx的增区间和减区间里 求出x的范围就是答案了 刚才这种形式的单调性你会求了 那我把它变一下 把这改成-2x加4分之π 现在你还会求增减区间吗 接下来我会给你讲两种方法 听仔细咯 第一种方法就是和刚才一样 把这一坨分别带到sinx增减区间里 这样你就得到了这俩式子 接着把这俩式子里的x求出来 就可以得到这个函数的增区间和减区间了 增区间就是-8π-kπ到-8π-kπ 减区间就是-8π-kπ到-7π-kπ 为了美观期间 咱们把这些-kπ改成-kπ 反正可以取正取负都可以无所谓了 好了第一种方法讲完了 答案暂时放在这里 我再说第二种方法 仔细看一下这个式子 把符号提出来 就等于-的sin2x-4π 看看后面这一坨 sin2x-4π 它的单调性咱不是求过吗 在这一段上是增 在这一段上是减 那加个负号 原来的增就会变成减 原来的减就会变成增 看来这个凯数的单调增区间 就是3π-kπ到7π-kπ 单调减区间就是-8π-kπ到3π-kπ 两种方法我都算完了 发现啥问题没 仔细看一下 这俩答案咋是相反的呢 到底哪一种才是对的 听好了 我非常认真的告诉你 只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嘿嘿为什么呢 刚才求增区间时 暂时把这一坨带到 sinx的增区间里 通俗的说 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这一坨越小 sin值就越小 这一坨越大 sin值就越大 不过注意 我说的是这一坨 与sin的增减性相同 而不是x和它的增减性相同 因为x前面是-2 所以当x越大时 这一坨反而是越小的 这就会导致sin值越小 由此可见 此时的函数值 随着x的增大而减小 不是增函数 而是减函数 同样的 这个也不是减函数 而是增函数 出现这种问题 罪魁祸首就是-2 因为有了它 单调性就反过来了 看来 当x前面是负数时 整体代入得到的 就是相反的答案 以后要求这种 x前面是负数的 正弦性函数的 单调区间 你就整体提出符号 求出后面这一堆的 单调区间 再把增变减 减变增就成 好了 总结下 这个视频 我就给你讲了 如何求正弦性函数的 单调区间 总之 都是要借助sinx的 单调区间 来整体代入 如果x前面是正数 你就把这一坨 整体代到sinx的 增减区间 分别求出x的范围 如果x前面是负数 你就先把符号提出来 求出后面这个函数的单调性 反正写就成 好了 本姑娘就长这么多 赶紧刷题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认哟 词 认影 转发标准 词 认影 来自来自动